台南归人深夜发生大火 一间约300坪的仓库 全都陷入火海非常吓人 侧房局抢救了5个多小时 才将火势扑灭 但由于里面存放着大批的塑胶粒 燃烧之后空气飘散出奶纹的气味 对此环保局前往稽查 也将对业者造成的空污进行开阀 熊熊大火不断燃烧 冒出橘红色火光 浓红黑夜笼罩天际 画面出目惊心 从空派画面看 燃烧面积相当大 有如轰炸现场 不仅建筑造刀注农 一旁树木也难以幸免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员抵达拉起水线 来回奔跑进行多点抢救 大火就发生在22号晚上11点多 台南归人区长荣路一段 一间约300坪 存放大量塑胶粒的仓库 不明原因起火 所幸附近是农田 大火没有延烧 而经过5个多小时抢救后 火势扑灭无人伤亡 但厂房已经烧得一片焦黑 虽然仓库没有存放危险物品 但大量塑胶粒燃烧 也让空气飘散难闻的气味 住屋外面就很多交往车经过 走到外面的时候 你还是会不会闻到 会觉得很难呼吸 进行钢瓶的采样 那后续将会依照 火灾调查报告跟现场的收证的情形 如果含有有害物质的话 会再加重处分 那最高可处500万元以下罚还 仓库突然期货 业者表示会配合调查 只是造成附近空污 环保局也将机查开罚 记者黄夫奇台南报导